最近炎热气温真的是让许多人热到受不了 导致泌尿道感染患者增加 民众应多喝白开水 不能在烈日下激烈运动 饮食尽量以清淡为主 重口味或太咸食物别吃太多 避免肾脏造成伤害 腰很痠很痠 还会有尿尿不舒服这样子 会痛吗 会痛 会痛吗 还有血尿 对 有一点 今年62岁林先生对工作要求极高 每天在工地上班 大量流汗比较少喝水 长期下来肾结石长了两颗再双侧 仔细看结石大约三公分左右 结石发作时会出现腰痛腰酸血尿 还有肾脏发炎的现象 避尿科门诊有一句名言 一日结石终生结石 尤其对于有家族史 或是有结石好发体质的人 结石可能会跟随您一辈子 结石发作起来简直痛不欲生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剧烈的腰部疼痛 并且会延伸到下腹和鼠西部 其他的症状包括血尿 恶心 呕吐 排尿疼痛 尿疾 甚至会引起泌尿道感染 如果水分摄取不足的话 除了一般常听到的中暑脱水之外 也可能增加结石的产生 以及泌尿道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我们也会建议 适量的蔓越莓摄取 降低泌尿感染的风险 那么男性尤其年长者 由于有社会线的缘故 我们也会建议 更多补充一些像南瓜或番茄 医师指出夏天因为流汗比较多 民众只要多补充水分 尿液浓度就会下降 较不容易滋生细菌形成结石 泌尿道感染最常见的症状 包含了贫尿 血尿 解尿疼痛 或是下腹闷痛 那如果比较严重呢 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的状况 甚至是出现腰部疼痛的一个现象 泌尿科门诊结石的患者大增 对于结石的患者 最有效预防的方法 就是要多喝水 但是病人会问 我到底要喝多少水 这样才足够呢 而且我们一般日常生活 工作外出 不太可能随时随地 都会带着一个凉杯 通常我都会给我的病人建议 直接观察尿的颜色 当你是结石的病人 想要预防结石 尿出来的颜色 最好是呈现透明无色 当您的尿呈现透明无色的时候 表示结石的结晶浓度很低 这个时候可以避免结石的复发 每一天小便的总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一般而言 我们会希望 一分钟有一cc左右 所以一天是1440 其实差不多就是1500左右 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流失 像是呼吸流汗 甚至排泄等等 一般情况像冬天 劳动比较少的时候 大概也是500左右 预防泌尿道感染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足够的喝水 针对结石的患者 多喝水 每日的尿量大于2000cc 或是小便呈现无色 再来减重相当重要 研究显示愿胖的人 越容易形成结石 经常运动 像是跑步打球 较少罹患结石 有结石家族史 或是结石耗发体质的人 需要定期追踪 尽早发现 尽早治疗 TVBS新闻 陈如环 洪富华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